二十五岁的美女微商离奇失联,瞬间成为网络热点。 破宗复杂的城中村,失联的三名车司机,案件一物重重。 奇怪的行踪,可疑的银色小车,失联美女到底去哪里? 南岳警示,失联的美女微商正在播出。 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新闻呢? 卓洪文是汕尾市海丰县公安局网警中队的副中队长。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管网络信息的安全性。 这一天,卓洪文在网上巡查的时候发现, 一条海丰美女失联的信息,占领了本地微信公众号和各大网络的论坛。 具体就是说,在3月17号,这个少女到海丰一家酒吧去喝酒。 喝完酒之后,就跟家里的人失联的连续,微信都没有花朋友圈了。 那么,这条信息是否真实呢? 卓洪文继续在网络上进行查询。 以海丰美女3月17日去酒吧失踪至今的标题的帖子, 在多个论坛都处于热门离止的状态, 并且在几十个微信公众号中都已重播, 点击阅读量高达10个网络。 但是这一次,海丰美女失踪的这个事件在网络上不断的发酵, 卓洪文感觉到有点不同寻常, 他继续关注着事件的动向。 而就在当时,失踪美女的家人也来到了排除所报案, 称失联的美女证实自己的女儿小倩。 小倩的家人告诉明镜, 之前小倩也有过失联的情报, 不过后来过了两天, 一般都联系少了。 可是这一年, 失联三天之后仍然没有她的消息。 她曾经试过有一年, 就专门回家去洗个澡, 有时候吃个饭, 然后基本上一年都没有在家里住的。 所以我们对他们失联的情况是说, 有可能是她习惯性或者自己想去散心旅游。 出去旅游散心也好, 见朋友也好, 但是家人拨打她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。 并且她是一名微商, 手机经常不离手, 每天都会更新朋友圈。 可是这一次就连朋友圈都不更新了。 这个会比较疑惑。 如果要猜测的话就会不会被人非法拘禁, 或者自己不想面对家人和亲戚朋友自己去旅游, 或者被人杀害, 这种可能都有可能。 警方调查了解到, 小倩失联档案, 失去了当地一个叫乐巴的酒吧, 去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 据当天在场的一个目击者反映, 小倩是一个人来到酒吧的。 这个人的交际还是比较滑的, 往上还是经常出目这些酒吧这些东西, 因为她又是一个年轻又时尚的女孩子。 而这位目击者称, 当天她并没有约小倩出来喝酒, 只是不小在酒吧里遇见了, 就坐在一起聊天。 期间, 他们还自拍了照片, 发了朋友圈。 第一个呢, 就是怕她喝了酒, 会出事, 也想她喝, 因为有人反映她那个酒喝了不少, 也喝了不少, 所以会出去, 自己会怎么样, 或者是喝酒喝多了, 或者会出交通事故, 或者说了自己不省人事, 给人家算一样, 这些上面都去查。 小倩喝着比较主动, 在了一会儿就有些罪, 期间她好说, 今天之所以出来喝酒, 是因为要谈了一些事情。 因为她喝的比较时间比较长, 因为她就说自己, 可能在感情方面呢, 也出点问题, 所以心情不好, 老师喝酒来解乏, 解闷。 而在喝酒期间, 有阴影男子王军, 看见小倩喝酒如此投入, 就故意给她灌酒。 而且据了解, 王军之前追求过小倩, 不过被小倩拒绝了。 跟她一起喝酒的这些人, 会不会是突然嫌疑人, 被这个人喝完的酒带走。 目击者告诉警方, 小倩在喝完酒之后, 就一个人离开了, 王军也紧跟着他走了出去。 那么, 王军和小倩二手之间, 在离开酒吧后, 又发生了什么呢? 大概在凌晨的三点多钟。 这女的就夹杂在这些男子的中间, 随她们身后出来。 在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出来, 当天晚上, 小倩的确喝了很多酒, 以至于走路都不稳。 在走过吧台以后, 也没多做停留, 跟几个朋友打完招呼后, 就自己走出了门口。 其中还有一个男子, 好像追上去, 跟他说了什么话, 给他打了把伞, 走到路中间的时候, 然后这女子就让男子挥了一下手, 让他回去了。 经过调查, 送伞的男子就是王军。 由于当天下着小雨, 王军担心他出演会淋湿, 就给小倩送了伞, 之后回到酒吧继续喝酒, 一直没有离开过, 警方排除了王军的心。 警方在酒吧外面的监控视频中发现, 小倩在离开酒吧之后, 往马路对面的一个烧烤档跑了过去, 不过他并没有去吃烧烤。 他就两列三轮车停在那酒吧对面的那个烧烤, 他那里在吃烧烤, 那女子就没说什么, 就直接跑过对面, 就坐上他三轮车。 小倩上了三轮车之后, 稍作停留, 车就开走了。 三轮车沿着35米步道行驶, 往324口道方向回去。 民警沿着35米大道的监控视频进行查看, 但是在下一个监控视频当中, 民警却没有发现类似的三轮车出现。 一直仿佛地看, 因为那时候晚上那个视频监控是给那个车灯一照, 一照呢是有时候确实很不便, 那个效果不是很好, 所以我们都是很细致地来查上。 如果真的是这个因素, 即使是监控画面的质量不好, 也会拍摄到载有小倩的三轮车的模糊影子, 可这辆三轮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? 慢慢地查, 一个路口, 一个路口来拍摄, 这三轮车都没出路口, 当时我就确实是有点急了, 然后又倒回来, 倒回来再看, 确实没有。 才有小倩的三轮车就这样审美失踪了, 这让大家都觉得很诧异, 可目前, 有线的视频监控画面, 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, 越晚发现小倩的去向, 小倩的形势就越危险。 监控视频继续排查, 主要还是排查这辆三轮车, 因为三轮车嫌疑它最大, 而且要等到第二天, 也就是20号的晚上, 才能去那个酒吧, 去咨询一些他们酒吧的工作人员。 酒吧是晚上才营业, 工作人员一般都是白天关掉手机, 再去KU睡觉, 晚上才恢复联系出来工作。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, 流情的流逝着。 还好, 经过询问当时在场的酒吧工作人员, 警方获得了一条重力的线索, 小倩来去这个酒吧, 经常乘坐同一个搭客三轮车司机的车, 而且小倩失联后, 那名三轮车司机也不见了。 因正起来的话, 就这个三轮车的嫌疑是最大的。 可惜的是, 酒吧的工作人员和酒吧附近的三轮车司机, 都承不知道那名司机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。 为了尽快找到那名三轮车司机, 警方决定扩大监控视频的悬索范围, 看能否找到三轮车司机的身影。 最后就在一个新开的KTV, 刚好它的监控找的也比较高, 所以就刚刚好可以找到路面。 三轮车开过了路口, 然后开过了它那个酒吧的门口以后, 就来了一个急刹车。 这时, 画面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。 小倩从三轮车上下来, 下来之后就往路边走去, 走到一家店铺的敷衍下就蹲了下来, 而三轮车司机撂转车头离开。 通过路口的监控来排查这三轮车的时候, 印证了这三轮车已经离开的说法, 最后就剩下这个女子一人。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, 小倩在屋檐下蹲着的时候, 还一直在看手机。 十多分钟后, 也就是凌晨四点多, 小倩站了起来, 只会离开, 走路的样子也是摇摇晃晃。 在那里哭还是什么样, 反正就是站在那里, 没走, 可好几分钟, 应该有好几分钟没走, 然后又在那里站了一段, 然后就拐进了一个小的线道里面去了。 此时, 小倩走到巷子里去, 是要做什么呢? 是要抄进路回家, 还是要去见某一个人呢? 他近期会不会去找朋友或者亲人, 第二个, 是不是近期以后给人家杀了, 或者是其他给人家关起来了? 可是经过调查, 住在此区域的并没有和他相熟的人。 而另一方面, 民警根据前妻掌握的情况, 小倩是因为和男朋友吵架, 才到酒吧喝酒解闷的。 那么, 他来到这里, 是否是要跟男友见面呢? 有发个一个微信的那个, 应该是一个图片, 图片是说心情不好, 一闷的那种那种图片, 发出来以后, 然后家属在联系他的时候, 就发现这个手机关机了。 如果真的是要跟男友见面, 那么是否是在跟男朋友见面的过程中, 发生了争执, 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警方一边继续扩大小巷周边视频监控的搜索范围, 一边对小倩的男朋友展开了调查。 但是他也不在海风, 所以他这个说他男朋友, 他也按照咱们来了解的他的作案实际上和他那个表象, 都我们基本上是排查掉他这个男朋友作案的嫌疑的了。 小倩的男友在广州, 失联的当天才从广州回来, 他的作案嫌疑也被警方排除了。 这时, 视频监控调查组又有了新的发现, 他们发现, 在小倩走进小巷40分钟过后, 小倩又从另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走了出来。 出来之后, 他那女子就继续摇摇晃晃的往那个城中村里面的方向走。 走完以后, 在那城中村的巷子走进去以后, 左拐。 复城镇这个城中村是一个比较大的老村, 总面积大概3万平方米。 现在, 老村里基本上都是平房和祠堂。 由于周边的景色比较发达, 这里的村民也相对比较富有。 因为巷道都是四通八达的, 有点像田日行的那种建筑, 老区那边都是一圈一圈的围住, 所以有时候不熟悉的人走进去还出不来。 那么, 小倩进入城中村后, 又去了哪里呢? 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有监控, 但是不同的家庭的监控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, 要还原小倩在城中村行走的路线, 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。 因为从那边出来, 进去出来的话, 可能有几十个出口啊, 四通八达, 出口很多, 我们就找, 反正只要有视频, 我们就会看, 不会漏过任何一个路口的视频。 通过对海量的视频监控资料的分析研究, 警方发现, 小倩并没有在这个城中村内停留太久, 她一路摇摇晃晃穿过了城中村, 并从另一个路口出去了。 但这时, 小倩却不再是一个人了, 她的身后出现了一辆神秘的汽车。 在失联了五天之后, 鸣鼎大醉的美女微商小倩, 被发现上了一辆银灰色的小汽车。 汽车的司机是小倩的朋友吗? 还是陌生人呢? 如果是熟人, 她会是谁? 如果是陌生人, 是为平生的司机的车呢? 要解开这一系列的问题, 最关键的就是要先找到驾驶这辆车的司机。 警方在监控视频中发现, 小倩上了车没多久, 又下了车, 随后就一个人继续往前走。 而银灰色的小车则慢慢地跟在她的身后。 没跟多久, 小倩就停了下来, 银灰色的小车司机再次和小倩交谈了几句。 小倩稍微迟疑了一下, 最后又打开车门, 坐在了车的后排座位上。 会不会认识的人, 所有女孩子是不是通知一个认识的人过来接她走, 然后要准备去哪里, 女孩子不同意, 或者下了车, 然后再做工作, 上去。 警方发现, 这辆银灰色的小车刚开始是朝着小倩家的方向驶去的, 可是, 到了小倩家附近的时候, 却没有发现这辆车的踪影。 过了半个多小时后, 银灰色的小车再一次出现在了城东的赤岸桥附近。 银灰色的小车到底把小倩带到了什么地方去? 中间失踪的半个多小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不过, 无论哪种推测, 只要找到司机就能找到关于小倩下一步的消息。 警方立即通过车牌信息, 对这辆车展开了调查。 这辆车的车牌登记的信息是一辆白色的丰田牌花罐, 但是我们视频中看到的这是一辆银色的丰田牌花罐, 那我就怀疑这会不会是假牌。 当民警把监控视频中拍摄到的司机的照片, 与车牌登记车主的照片进行比对的时候, 发现两人长得非常相似。 经过确认, 监控视频当中的司机, 就是这辆车的车主曾某玉。 然后也去了他所登记的住所, 在他家里, 周边也去查看, 到了最后大概接近凌晨三十点的时候, 车已经停在了他家的楼下。 2016年3月23日早上7点, 警方将曾某木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。 而警方在检查曾某玉的车的时候, 也发现了一些异性异常, 警方发现曾某玉的车原本座位上套有椅套, 但是这个时候, 这个椅套已经没有了, 就只剩下一层原车的真皮。 而车身内部也有对七十步的痕迹。 找到了有血迹。 车的后排座也有, 还有那个后背箱里, 车厢后后车厢也有一些血迹。 在那车也找到了一部手机。 经过鉴定, 车上遗留的手机和残留的血迹, 都是想欠的。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, 曾某玉交代了她的犯罪经过。 她最后就说了, 人你们不用找了, 请被我杀了。 曾某玉交代, 当天晚上她打麻将到了凌晨三点多, 有一个朋友约她去吃宵夜, 想到明天还要看店就拒绝了。 开车回家的时候, 发现车快没油了, 便准备去加油。 开门入军机, 军机之后就看到了一个上女在, 比如在那里走, 她走路就歪歪地走, 一歪一拐地走, 走着就这样, 我看到就是, 好像是拒绝酒之后, 就去打死她, 就是好像泡牛一样, 就是打死, 然后踏上车, 把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就, 就上了车之后就看到我, 看到我说我不用事理, 然后后来就下车。 下车之后, 曾某玉紧紧地跟在小倩的后面, 慢慢地开着车, 不断地跟她说话。 我又跟她说话说, 你一个人在那里走, 很危险, 一个女孩子啊, 就, 我说你不要在那里走, 我送你危险, 我问你, 要不我没机事的下车, 我送你危险。 听到这些话, 小倩也没多想, 便再次上了曾某玉的车。 看见小倩长得年轻又漂亮, 曾某玉便动起了行面。 随后, 曾某玉就把车往郊区那边开, 一直开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。 在一座高速的桥下, 曾某玉此时想强暴小倩。 小倩不从, 曾某玉便下车拾起了水泥块, 向小倩的头上砸去, 最后将尸体抛到了 扇尾市城区的一个小村庄的路边。 看完了这起案件, 不知道您是怎么想? 是痛恨曾某玉, 畏涩害命手段残忍, 还是惋惜小倩, 无知轻信而网送了性命? 究竟哪一个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? 俗话说, 害人之心不可有, 可防人之心不可污。 很多时候, 往往是因为受害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手段, 才给了犯罪分子一刻成之机。 在这里,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观众, 遇到夜间出行, 一定要避免单身前往偏僻无人的地方, 同时, 要尽量结伴而行, 时刻注意是否有可疑人员尾随。 如遇紧急情况, 请您及时报警。 如果我们开始结束, 他们二分之后,